不宜轉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不可能會被國際社會所承認接受 你一百年兩百年後還是一樣 所以不要再去想什麼 因為中華民國現在是哪一個黨在維持你們知道嗎 是民進黨 國民黨已經不喊這個了 是民進黨 所以這民進黨有時候 這個叫我認為我的認定是政治利益者不願意放手 不願意放手 好 台灣的地位 從馬關條約開始 開樓宣言 報紙檔宣言 就這些 這個都是考題 這個倍倍你考慮要有意義要考慮熟的 這些都是考題 好 那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直接跳到台灣關係法示意 因為這個部分可能 好 這個秘書長有給你們看過嗎 這個部分 過了沒關係 我們來看 跟台灣有絕對關係的就是台灣關係法 目前 目前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 在第18條有寫 我們來看這個 美國國內法 世界上只有一個台灣關係法 世界上只有一個台灣關係法 美國國會所通過的法案 為什麼美國國內法 在1979年3月28號 美國的參眾議院 用最短的時間通過 然後呢追溯到1979年的1月1號 因為美國轉而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跟美國的政府 跟政府之間的外交關係 然後結束跟台灣當即的外交關係 那這也是台灣關係法 也是台灣統治當即的法案依據 那麼這個台灣關係法 並沒有決定台灣的最終地位 在2B 2B的部分 舊金山合約的主要佔領全國 舊金山合約的主要佔領全國 就是美國嘛 好 美國承認的台灣當局 承認的台灣當局 台灣列島及澎湖 美國說了算 在台灣關係法的第15條 我們直接上網查 台灣關係法那邊寫第15條 台灣列島及澎湖 還在軍事辦領中 處分一次被權握在美國軍事政府手上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第4B 那邊寫USMG US是指美國 M這個部分是指軍事 government 就是政府 也就是說台灣的處分權跟支配權 好請問一下大家 什麼叫處分權 可以決定台灣地位的叫做處分 所以處分的權利是在美國軍事政府 那為什麼用美國軍事政府 表示台灣還是什麼 佔領區 要不然他可以直接說 美國 美利堅共和國 那就變成是美國的殖民地 如果是直接跳到美國 就變成我們 變成是美國的屬地了 那他是 因為他停留在美國軍事政府 所以台灣的地位 目前還是在佔領當中 好 這是台灣關係法裡面 已經寫得很明確了 好台灣當局 依據美國 美國授權的法律治理 第二條 第四條 因為我 來來來 我們看這個 第三條 我們先看第三條 這個 支配錢 握在支配錢 這裡 這是台灣 這個是美國 台灣關係法的第三條 美國將使台灣能夠獲得 足以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的防衛物資 及技術 美國總統和國會 將依據他們台灣防衛的需要判斷 遵照程序來決定上市物資的服務 好 台灣的防衛需要判斷 應包括美國軍事當局 向總統國會提供建議 也是說台灣需要什麼武器 不是我們國防部說了算 美國軍事當局 因為他要跟國會 怎樣 報告 要經 因為 他要跟總統跟國會 所以台灣官 AIT的直屬上屬是 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 好台灣列島內的基本人權二下 這是 也是一樣台灣關係法第二的下半段 尤其是對台灣地區 一千 那時候是一千八百萬 的人權的關切 支持 重生維護 促進所有台灣人民的人權 是美國的目標 所以 秘書長告美國 是 依據台灣關係法 因為台灣人有這個權力 可以提出訴訟 這裡有寫 這是台灣關係法 台灣 台灣依據美國法律 在美國法院中起訴 或 因素的能力 不因為欠缺外交關係 或承認 而被消除 剝奪修改 拒絕或影響 美國法律中有關 維持外交關係 或承認的規定 不論民視或默示 均不應 不應對台灣私用 也就是說 牽扯到外交關係 牽扯到外交承認 也就是這個再證明一切 就是說台灣關係法 並沒有決定台灣的最終地位 他只是告訴我們說 台灣這個地區的人民 適用美國的法律 適用美國的法律 再來我們來看 美國嚴重關切的事項 他說跟中國 人民共和國建交 建立外交關係 是繼台灣的前途和平方式 決定這個期望 好 以任何企圖非和平方式來決定台灣前途之極 包括經濟抵制 禁運手段在內 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安定威脅 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 好了 所以 我們簽不簽貨 簽不簽福帽 簽不簽FTA有沒有關係 都沒有關係 因為這裡台灣關係法已經很明確的 這是美國國會通過的 很明確已經告訴我們說 不管誰啦 用經濟抵制 或是禁運的手段 美國會怎樣 嚴重關切 嚴重關切就不得了了 嚴重關切 好 來 美國的利益 維持促進美國人民台灣人民間的廣泛 商務文化各種關係 促進美國人民 以中國大陸人民 以及其他西太平洋地區人民間的同種關係 表明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安定 符合美國政治安全的經濟利益 也就是說 這個是美國一貫的手法 在美國的眼裡 世界各國的關係叫做利益 就叫做利益 OK 好 這個是 美國軍事政府下台灣歷任總統的兩岸政策 當然我們的總統有時候逼七 有時候走錯路了 有時候太過頭了 這是阿扁 2000年 四步一沒有 這個時候四步一沒有的時候 AID說讚不錯 這個很好 什麼叫四步一沒有 好 四步就是不宣布獨立 不更改國號 不推動兩國論速度線 不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 當然你這樣喊美國都說讚 結果過兩年 阿扁沒辦法受不了台獨分子的壓力 好 就提出了一邊一國的論述 就 開始美國就 不高興了 因為阿扁走錯路了 然後這裡 提出四步一沒有的陳水扁 近日接連表示台灣要走自己的路 陳水扁想要用不同的方式來怎麼樣 就是要做台灣的最終的決定 台灣地位的最終決定 他想幹這件事情 他這種心態叫做什麼 他想當國父 他想當國父 他要走自己的路 以至今天提出兩岸是一邊一國 思考以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前途 請問台灣有決定台灣的前途嗎 沒有 什麼條約 舊機上和平條約 處分權在誰手上 美國軍事政府 USMG手上 也就是 中華民國的 這個台灣當時碰到USMG的時候 他叫做長官麗麟 因為他是上級單位 OK 好 2006年阿扁 主持高層會議 他因為要搞一邊一國 所以他就決定終止運作國家統一委員會 國家統一綱領 終止使用 這個違背了美國的兩岸政策 違背了美國的政策 也違背了 因為兩個大國在前中 那個 中美建交的時候 1972年 的時候 就已經 這個兩個大國已經講好了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 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人家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 做決定了 由不得你 台灣當局中華民國 或者是台灣人民來做決定 他們已經決定了 他們已經講好了 那我們只要配合演出就好了 配合演出 那 那 美國的政策只認識成了一個中國 對不對 一直是這樣 一個中國 那 條件是什麼 你必須要和平轉移 那我們 台灣民政府叫做什麼 和平轉移 無縫接軌 然後追求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 OK 好 這是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 在美國 美國的理解是陳水扁總統 並沒有廢除 也就是說 他們還是成了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 所以他不認同阿扁的那個 那個訴求 有一邊一國 因為這個惹惱了兩邊 兩邊 連日本都不高興 你看 日本萬一省表示 日本政府對台海問題 政策立場 不會因 因為陳水扁這樣亂搞 會改變 將維持1972年發表 日中共共同聲明的既定政策 尊重中國一中的主張 但也堅決反對任何一方 以非和平的方式來解決紛爭 期待兩岸早日透過和平的對話 來解決問題 和平和平 我們都是和平 好 2007年3月4號 陳水扁又幹了一些好事 他說台灣人共共宿晚宴時 發表四要一有 又有新的了 這個阿扁真的是 人家說trouble maker 麻煩製造者 他發表四要一沒有 可是他2007年快結束了 事實上 這個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 他說台灣要獨立 台灣要正民 台灣要新鮮 台灣要發展 不過他自己表明 民間人是中華民國的國號 改成台灣共和國 表示要改國號 要把目前的中華民國 改為台灣共和國 台灣共和國出來了 所以有這種 有這種台灣共和國的什麼 粉絲支持者 像 某些媒體 他們就很支持台灣共和國 但是你要解除中華民國 其實你要讓中華民國不見 你要怎麼讓他不見 這個絕對是 用非和平的手段 才有可能 要不然中華民國讓他 突然間蒸發消失嗎 不可能 不可能 那這個就是另外一種型態的台獨 另外一個型態的台獨 另外一個型態的台獨 所以美國 這部分 很堅持告訴我們說 這條路不要再走 只有秘書長 找出來的這個 依據國際法萬國公法 台灣關係法 美國憲法 還有各種有關係的一些法律 來一些究竟上和平條約 馬關條約 這些這條路才是真的 才是正確的 好 2007年美國國院發言人 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 也反對台灣海峽任何一方 改變現狀 也就是說台灣人所謂的住民自決 都是不合法的 都是違反了 違反了 這一些和平的那種訴求 因為這樣的 不管你用什麼 任何一方片面改變 用什麼方式 你怎麼想 你要 你要在這個 如來佛的手上怎麼方公斗 你就是走不出那個掌 那個首掌 更有關美國利益 以台灣的福祉大併強調 美國嚴肅看待陳水扁 能依否依循 承諾就是事不宜沒有 其聽懂能力政治 這個 任何令人質疑 陳總統承諾的言論 都是沒有注意的 同時美國在台協會和製 說陳水扁是否旅行是不宜沒有 考驗他的領導能力 也考驗他維持台海和平的能力 可能引起承諾疑慮的談話 是沒有 你怎麼講你怎麼弄都沒有意義 因為中國美國都維持那個基調 好 我們再看美安英九的 他2008年一上任三步 以為止 不同不獨不無 維持台海現狀 已承認九二公司 也就是說 他們 能不能說脫離美國 脫離中國自己搞 搞自己的東西 不行 馬英九說不同不獨不無 不獨不無 這個主張 也就是說他把決定錢交給誰 他還有上面的長官 USMG 他很清楚 台灣的任何方式 任何人 任何狀態 都沒有權力去決定 台灣的最終地位 唯獨剛剛提過的那個軍事政府以外 好 後來他就發生這些ECFA有沒有 後來他就放寬路克來台 外交修兵 這就是馬英九的兩岸政策 然後後來又提出了兩岸政策 台灣共識透過公開 透明民主的方式 然後這個 就這些 OK 報告完畢 剛好時間到 準時 謝謝